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警进入了连云港 与此同时连云港的政府承诺暂停搁置这个项目 这是我们看到最新消息 那后面按道理说 一般这样的抗争基本就会结束 昨天节目当中讲的比较 我觉得连云港纪委系统发出了一个通知 要求所有党员 没算团员 要求所有党员和政府的公务员 不得参加非法集会 那非法集会取得了成功 那政府不得不接受这一份抗争 暂时接受 起码到现在 那我问你 到底政府是接受了非法集会呢 还是政府今天中共连云港的体制本身 官员本身 知道自己做了一个龌龊的事情呢 没把连云港人当成人正常对待 结果这些人把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概念 为了自己的家庭 为了自己的孩子 那站出来抗争 那反过来说 那连云港的公务员 和连云港的党员 你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被人家极端的 但切实的侮辱了一把 在我眼睛里就这么回事 就这么回事 非常简单 其实发生的任何事情 你都从中品出 人在这个过程中 是坚守自己做人的一个基本道义 还是要吻合着高级动物的所谓的社会价值观 所以这是人跟非人 跟高级动物之间的正常的差距 中国首富的儿子 王思聪有关道歉的说法 那个新华社 什么国际 中国永连 又要求这个霍顿道歉 他看不过眼了 得这个让你道歉 得那个让你道歉 那他提出他的看法 那我个人的说法 王思聪的行为很特别 他的父亲对他一定有教诲 你不许随便说话 对不对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王思聪这么说 表明了他个人的态度 那他说完之后 他老爹 骂他没骂他 那是人家里的事情 但是 作为现任中国首富的独子 他讲出这番话 挑战的是中共体制之下控制的价值观 没错了 直接挑战了这个体制当中 高级动物的价值观 所以我说过 只要一个正常的人 一个人讲出正常的话 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在共产党体制下 可是反过来这又是个过程 这完全是个过程 因为今天没结果 我个人说法 今天没结果的踩点 就踩在了 2016年中纪委的六中全会 是一月份召开的 可是到了八月份 到现在 习近平以中纪委作为 他的锐利的武器 还根本没有兑现 中纪委六中全会的承诺 所以这剩下三个多月的 四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幕 我个人等待的也是这一幕 那所以今天 在这个北戴河会议的 紧锣密鼓 密不透风的这种 买驴卖驴的交易的背景之下 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法新社呢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据传习近平将延长任期 掌权超过十年 那这就变得非常特别了 习近平已经是中共 数十年来最具权势的领导人 所以有人认为 他可能在寻求延长任期 文章提到说被采访的 林和利 这是中国问题专家 香港中文大学的 他说在林和利的眼睛里认为 习近平很想掌权超过两个任期 那这我们就不知道 这是一种专家的分析了 他的分析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到现在六中全会还没开呢 这个时候遭遇到了温家宝和无疑的阻击 所以来到来年的2007年 结果薄熙来被打到被贬到重庆 任重庆市委书记 结果突然冒出了个习近平 作为习近平 自己也不知道 在他们的过程中 都是江泽民江家帮的牺牲品 手中的玩物 而隔代接班的制度 是当初邓小平留下的规矩 所以在2012年 在十八大之前 政治局当时开过会 确定了延续这种接班制度 结果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即刻否定他 而那个接班的概念 那个理论的基础 是江泽民一手操控 所以在习近平十八大上台之后 知道他被江泽民曾庆红 当傻子耍了 所以才展开了 截止到现在 还没有露出真面容的反腐 反腐的真实目的 打到现在都没出现 而朋友们在分析的时候 永远把共产党当成万岁 说习近平一定是要 连任如何如何如何 一定要还是把共产党 顶在上头 这是跟我个人分析当中的 最根本的区别 共产党死定了 以共产党的方式 共产党的手段 共产党的组织 共产党的原则 共产党的机构的一切 把共产党彻底毁掉 为什么要毁掉 他就想活着 他活着就是活着 死了就是死 用什么道理嘞 在我的眼睛里 这就是读书读傻了 这就是读书读书读书 这就是读书读书 总逼人道歉 中国首富之子 怒酸中国网友 王健林的独自 王思聪8号在微博上 抨击中国网友说 硬按着别人头 让人道歉这事 只有在中国才好使 拿出去使 别人可不吃你拿一套 网友们不干了 就开始骂他 逼着道歉 在电视上道歉 对待大V这么干过 对待维权律师 这么干过 对待台湾的艺人 这么干过 对待香港的艺人 这么干过 没错吧 但你要知道 在逼着别人道歉的 这些人 他们的共生特点 他们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们在表白自己做人的 一个基本概念 一个做人的基本概念 在中共高级动物的电视中 被道歉 被要求道歉 他也不得不到歉的时候 在所有的国民 欣赏着这种道歉的时候 就是国民本身 被奴役的过程 你就不是一个被人家 当成人尊重的过程 维权律师 他做的所有的事情 是替底层的老百姓 维护做人的尊严 然后他上电视上道歉 我想问你 今天 无论是连云港的老百姓 还是被水灾的那些老百姓 你们今天在看电视时 支持所谓的爱国主义的时候 那你们自己 在今天的中共的宣传的背景之下 就是连人都不是 是一个情甘情义情愿 被接受 被当成奴隶的 死魂的一块肉 这就是最根本的 那王思聪挑战这件事情 说明在他的概念中 他知道道歉的内在含义 因为他说 这在中国才好 中国是什么 中国是高级动物的世界 别人不吃你那一套 是人都不会吃你这一套 结果同时间 美国之音的大家谈说 Soray China第一届 别向中国道歉大赛 这是纯粹调侃了 一位台湾网友发帖说 不好意思 我的肾脏还是完好的 我道歉 以此讽刺中共活摘器官的事件 一位马来西亚的网友 说对不起华人 因为这个名称一直被搞混了 是 被中共本身一个四九年的 屠杀中国人成立的政权 把马克思当他祖宗 然后他非说 他代表了五千年文化 而中国人非得接受这种说法 大陆人 那作为人家 能不说对不起华人吗 而许多中国大陆的网友 在参赛中直接说 对不起我不信共产党 翻墙上Facebook 实在是抱歉 我对不起了 对不起赵建人 我道歉 我支持台湾民主的声音 甚至我支持台湾独立 我道歉 因为我希望看到 中国共产党黑暗统治的结束 我向中国道歉 作为一个大陆的高中生 我没有维护好国家的网络安全 因为我教会太多的人翻墙了 所以共产党的存在 在未来的时间里 就是一个笑话 是今天每一个大陆中国人的笑话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